中间来分享这样一个信息 虽然现在是一个经济比较沉静的时代 比较沉淀的时刻 那么我们也想到上帝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刚刚听到说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心转向父亲 很多福气在中间 人与人中间产生了 所以我给他一个副标题是 借我吃恩福 那么盘点一下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谈 投资理财与金钱的管家 但这个题目实在是 我觉得真是非常地严肃 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基金会在成立的时候 原先是叫做 想要叫圣经经济伦理初心会 但是后来为了去真是 正是在教育部立案 要登记的时候 我们觉得用一个名词 圣经中的喜年这样的观念 叫西年经济伦理文教基金会 希望推动各地 有许多在经济金钱生活上 可以做教导的老师被唤起来 因为圣经当中 每五节圣经就有一节圣经 讲到我们经济金钱生活的态度 跟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这样也就是说20% 如果圣经每五节圣经 有一节圣经讲到主耶稣要再来 那么主再来一定是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圣经的金钱财富方面的讯息跟教导 我想是非常的 大家我们一同来切磋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么我在中原大学 曾经教过这样的书 我本来是教一般的财经课 后来他们学校说 希望能够教一点圣经方面 这方面的天类的课程 天人误我 那么我想这样好了 我就教一个圣经中的经济智慧 没有想到这门课了 成为非常热门被选的课目 后来我一算 哇 教了五千个学生 哇 真是时间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宝贵 当时有90%的人 进了这课堂上的人 没有听过主导告文 他们要听圣经为什么跟金钱有关系 到一个半月之后 他听到一个首约诗慈爱的神 有一个学生上课的时候 听到我讲到 可能故事太精彩了 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 他说 老师 我都不敢上厕所去了 因为我要继续把它听完 我深受感动 希望神在我们中间 兴起这样的老师 我想贵教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人才 我们能够上这样的课 那么在公元2006年到2008年 由于经济极度的不景气 加上金融海啸产生 因此美国放出了大量的低利息 也就是说购买公债放出美元 大量放出来的结果 来刺激经济 各位不要忘记 我上次跟各位稍微分享过 我们几乎全世界35年 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为什么 全球化了 对不对 中国的生产力 越南的生产力 东欧的生产力 都释放出来 因此各国物价好像不涨反跌 因此大家放心大胆地 就大量发行钞票来刺激经济 因为生产已经过剩了 不刺激的话 怕工人就要失业 你不去购买的话 工厂就要办公或者停工 因此大量刺激经济 这个结果到了COVID-19的时候 达到高峰 因为COVID-19更要刺激 对吗 因为怕经济不景气 结果美国就宣布购债 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 宣布购买债券没有上限 就放美金没有上限 这一下造成一个现象 美国的家庭迅速两极化 中上的家庭 每年的财富 平均财富增加了20%差不多 但是底下大量的人 房屋贷款租金都付不出来 那么负债的家庭极为庞大 我要问一件事情 当一个社会 好像看到一些人 财富迅速增加20%的时候 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今天我从这边来引导大家 那么因此我要看一处圣经 大家一起跟我来看 创世纪第22章16到第18节 我们只念那个已经打出来的字的部分 就是神对亚包罗罕说的话 来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起来 耶和华说 你既行的这事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这句话不但对亚包罗罕讲 还跟以撒再讲一遍 跟雅各再说一遍 地上的万国要以你得福气 我不晓得各位觉得最大的福气是什么 我们到了过生日的时候 庆生的时候 到过年的时候 你跟这孩子 跟晚辈 跟这些子孙们 所讲的吉祥话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吉祥话是什么 哎呀 今年啊 一些凡事顺利啊 身体健康啊 考试第一志愿啊 爸妈身体健康大概到这里了 还能说什么 福大命大 我们希望这孩子今年得到很大的福气 可是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 我要跟各位报告 你可以用亚伯拉罕的福气向他祷告 主啊 让你什么 让今年凡事碰到你的人都要得福气 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你的供应商 你的消费者 你的社区 你的团企 你的社会 你的国家 因为凡事碰到你的人都要得福气 请问大不大 这一千倍啊 我们怎么忘记了 神让我们 无论过去这么很顺利的 顺利没有通货膨胀的全球化也好 当我们人的彼此成为祝福 我们管理这个地球 是让彼此成为祝福 因此有一首圣诗说 Make me a blessing 他省略两个字 Make me a blessing to others 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 好棒啊 这是非常广泛的意思 其实它不只是财富 对不对 可是金钱上 这是重要的法则 我们必须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个世界才能够运转得下去 理财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题 理财的目的是什么 主题 目的当中好像神要能发达 有一本书 上帝要你富有 God wants you to be rich 上帝要你富有 还是一个高阶的花钱银行的主管所写的 上帝让你富有 他马上就指出来 神让你富有的目的 让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否则换能富有看看 换能做做看 好多人 全世界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人 我觉得好大的责任 特别是得到 得到特别在财富恩典上的人 有好大的责任 我现在越想责任越大 为什么 神让你发达 要你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亚伯拉罕的福 今天一个国家 假设非常的 不错 出口增加 就业增加 GDP上升 国家看起来 蒸蒸日上 对不对 可是假设你的贸易对手国 出口减少 失业增加 GDP停滞 不前 请问能够过长久吗 当我富有的时候 不能创造他的富有 请问他还有钱买我东西吗 这样的结果 必然你的贸易对手国 会出现一个人叫川普 跟你斗起来了 对不对 因此当我们富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是神的神圣的法则 也是市场上的法则 但是我们偏离这一点之后 人类的问题就产生了 上帝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 谈理财的时候 好重要一个原则 如果一个社会 前20%的人富有起来了 慢慢带动80%的人富有 我们说 这还算是一个 比较正常健康的状态 因为富有会造成波及的效果 但是如果变成1% 像这个图一样 1%跟99%的对立的话 拉开的话 请问1%的人不断地富有 请问假使我们不懂得 创造别人的财富 或者说透过分享 或者经过交易行为 创造对方财富的时候 请问别人还有钱买你的东西吗 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卖谁呢 但这真的是世界的问题 因此当我们一方面谈投资理财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更深刻的公义 更深刻的上帝的旨意 当我们讲理财 我们今天讲理财 凡是听到这个讯息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想 因为在世俗上告诉我们理财 你要去谁啊 累积钱财 不断累积 我没有说增长不好 身上讲很多增长的财富的故事 但是你要不断去累积 对不对 三十岁要如何 三四五岁要如何 五四五岁要多少 如何最好 有第二栋房子 你要怎样来累积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教导 可是今天我要从神圣的角度来看 我不断地只求累积 特别是极数的累积 那是反圣经的 那不是圣经的意思 但是财富增加 我必须要说 我们基督徒看财富真的非常健康的 富人的财物是他坚固的城墙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你看圣经讲得多好 对富有是尊重的 亚伯拉罕 让他的仆人去为儿子求亲的时候 你看那么势利的拉班 利百加的哥哥拉班都怎么样 赶紧的妹妹就跟着 说是少东要结婚 跟着的仆人就回去了 亚伯拉罕早就听到他的 哎呀 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富有的人 富有当然是好事 所罗门王其他的国家 每年赚取666他连德的黄金 一个他连德30公斤 现在都超过100万台币了 一公斤 30万 30公斤的他连德 等于每公斤等于26.67台两 大家可以想象 这是多大的数字 亚伯拉罕 所罗门王在他最繁荣的时候 真的是富可敌国 对不对 全世界的财富赚到他家里去了 请问他的财富维持了多久 到他第二代怎么样 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们今天认识钱财 讲到理财又有一个新的学习 我觉得理财是处理钱财 在我们每一个阶段 有少年时期的大学生的 有刚毕业的 那么有青壮族群的 有甚至进入初老族群的 壮年族群 一直到初老族群的 我们都有不同的理财的功课 你说这个进入初老族群学完 没有 现在学的功课多了 今天我们进入在 每一个年龄阶段当中 我们都在学习处理钱财 这是个大智慧 不同的智慧都不一样的 我到国中区演讲的时候 那个学校给我一个题目 青少年理财官 青少年理财 我说孩子都没有什么钱 我只讲一件事情 你就是名牌 你要学习节制的果子 年轻孩子只要学习到 我就是名牌 不要再买名牌了 他懂得节制的话 他可能成功了一半 你知道吗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教导上的需要 但是如何使用金钱 又可以来认识一个人 你看一个 未来的 可能是未来的儿媳妇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他如何 一有钱就做什么事情 一有钱就做那件事情 你从他如何花钱 如何使用钱财 你可以知道 可能适不适合 当你的儿媳妇 同样的 假设一个男生 女儿交了男朋友了 一个男孩子一有钱 他怎么样处理他的钱财 他如何投资 一有钱买股票的 一有钱买黄金的 一有钱买房地产的 一有钱做其他用途的 我告诉你 金钱都在说话 金钱会反映他的生命 你可以认识这个人 懂得懂吗 杨木谷说 大神学家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随时 我们都是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个生命的宣告 我突然发现在金钱处理上 无论是消费 无论是投资 都是反映我们生命的态度跟完美 他在说话的 不信你去观察 您的朋友周遭的 或者年轻的朋友们 因此既然使用金钱 反映生命的态度跟完美 我们今天就要谈了 谈的又是一个问题 当我们处理钱财的时候 你知道也有个效果的 当然是祝福 慢点 处理钱财成为祝福 也可能带来冲击或伤害 我刚才说 美国在这么低利率的时候 很多家庭富起来 我告诉你 很多人在经济上 备受打击 你不敢想象 这个社会两极化 是拉大了还是减少了 是拉大了 好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处 我要跟大家讨论的 圣经中填两个字进去 在这个行字当中 金钱可以什么人 填两个字 动词 你随便你填 金钱可以 帮助人 害死人 所以这边是好 这边坏 来 再来一次 该这一边 我指挥一下 该这边 帮助人 刚刚有人说过 不要重复 祝福人 还有没有 掌控人 掌控人 对不对 金钱就好多两面性 我刚才说过 我们认识金钱 必须要认识它的双重性 我们可以 我可以用十五处圣经 十处以上圣经 讲到金钱的光明面 知道吗 富人的财物 是他坚固的城墙 穷人的贫乏 是他的败而坏 都是讲很多 金钱的光明面 黑暗面呢 财主进天国 比堕驼 专国真的也还难 怎么这么样的黑暗呢 但是必须平衡地 看这两方面 我们才对圣经 真有所了解 真言书十七章三节 有一句话 曾经背起来 我希望今天大家都 跟我来念 而且会背 我先读一次 第一次 顶位练银 那个银子 放在顶里面 不断地熬练 最后纯银出现了 芦围练银 纯银出现了 以前九五纯色 95%就纯银了 现在金币做到多少 99.99啊 代表只有 万分之一的杂质 技术 我要纯金 练为 纯金纯银 外国人还戴什么 18K的 14K的戒指 但是现在 中国人叫纯金的 可是顶来练银 如为练金 纯金纯银出现了 这是一个练制的过程 唯有耶和华 熬练人心 熬练人心 什么意思 其实在这一生当中 说真的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带不走 最后跟郭台银 马英九一样的公平 我们都带不走 但是我经过这些 德语诗中间 我的生命变成什么样子 讨神喜悦吗 被神更接纳吗 我们的生命变成什么样子 神为什么借着 常常借着 有人在感情上 备受熬练 有人在金钱上 备受熬练的 那么金钱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来读一次好不好 我们把它背下来 一起来 真言书 十七章三集 来一起来 顶未练银 如未练金 唯有耶和华 熬练人心 我们再读一次背下来 一起 顶未练银 如未练金 唯有耶和华 熬练人心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就看到 另外一处圣经 《路加福音》十六章 十六章整个是讲 一个不义的管家 一个坏种精灵 受到主人重用 但是浪费主人财物 主人有点不舍 但是别人告过来 就说好吧 金领 你要离职了 案件太多了 那么 他可能想 糟了 你现在辞退我 怎样呢 除地没有利息 讨犯怕休 这边 木诈这边的人都认识 我当过总经理 怎么办 哎呀 想那个方式怎么样 赶紧 用他最后一两个月 离职之前的 总经理的章 大做一些公关 就是希望对别人 施一些小会 哎呀 ABC公司 打折的打折 打对折的打折 打对折 本来这个事情 当主人应该很生气的 可是圣经 因为站在天赋的高度 突然讲了一句话 这个不义的人 这个坏种精灵 都晓得为他人生的后半场 闻他的后路打算 请问我们 作为天国光明之子的 我们是要学功课 光明之子 从这个坏种精灵 学什么功课 那个人为他后路打算 请问我们有没有想到 我们都已经在宣告了 离职了 你知道吗 我们都晓得 有一天我们要离开 这个人生的舞台 那个离职可以说 这张证书还没颁发 还没发 拿到手上而已 可是我们都知道 有一天离开 可是你有没有知道 在我们处理钱财的时候 你怎么忘记 你可以同时处理 你天上永存的账目呢 地上的贤财都要过去 到了贤财无用的时候 无用不说不在 可能四五千亿 大量留下来 王永信不能够指挥他了 知道吗 因为他不再指挥他 不能说 这个人少拿一百万 那个人应该多拿一百万 当你连指挥的人力 都没有的时候 对你而言 钱财是无用的 但是请问你 我们今世处理钱财 能够在天上 得到永存账目的赞赏吗 我们所做的事一事 得到神的按赞吗 我想这是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今世的钱财 其实是影响我永存的账目 那么我在处理钱财 就大事了 就不是小事 对吗 好 那么 索勒门王 我们看第二大段 索勒门王是一个 他讲传道书 让我们觉得总是比较 看透人生的一些 虚无面 可是你看到传道书第五章 十八到第十九节 他说 他说了一句话 我很惊讶是索勒门王说的 他说他要为一件事情鼓掌 他为什么是鼓掌呢 我来读 我见为善为美的 就是人在神 吃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份 哎呀 一个人他劳碌了 他得到他该有的报酬 然后跟家人这样的团聚 有一个旅行 有一个聚餐 他觉得他得他该得的份 他拿他年终奖金 拿到这个时候 他好好的跟家人喜乐欢乐 连索勒门王都要替他鼓掌 说这个不能剥夺 他的这个 他劳碌得的份 什么叫劳碌得的份 这是他该应得的 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这是不能剥夺的 这是神的恩赐 正经中有一种公义是说 你维护寡妇祭师的权益 不让他该得的份被剥夺了 这是正义 说能不能玩为这个事拍手 就是说 其实基督教 我们圣经对金钱观是非常健康的 那么 欢乐还要欢乐 欢乐中享受神 假使你看到原始的生命纪 十分之一奉献 你们取出来之后 十分之一拿出来怎么样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乐 这是生命纪十二章所写的 你们要吃喝在耶和华面前 在耶和华面前欢乐 以色列能过七天的 七八天的 路上从加利利来的话又走去这七八天 半个月的 常常有欢乐 一年有三个节庆 因此原本让人物资 丰裕 能够有适当的欢乐 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好了 每三年的末一年还继续讲 十四章生命纪这里说 二十八到 第十五章第一节 每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拿出额外的十分之一 拿出来 拿出来在你城中 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立位人 穷的教会机构 和你城里寄居的 并孤儿寡妇 跟他们一起欢乐 跟他们让他们吃的饱足 很特别 就是说 每三年有一年的十分之一 不要拿到教会来的 知道吗 你就再当一个人欢乐 坐在别人身上 别人不会回报你的 回报你的不算 但这个坐在别人身上 可能是拿不到奉献收据的 每三年 每三年的末一年 那我算一算 那这样不是 每年你要有3.3%的预算吗 应该3.33 3.3的预算做什么 做在这样的 创造这样的欢乐 很智慧 很有意思的一个圣经的教导 因此生活在波动之下 我们今天世界是一个波动的世界 从《创世纪》第41章 约瑟就预言看到 哇 七个风年 七个荒年 一个十四年的经济循环 那是个农业社会 对不对 农业社会的 丰收欠收 今天世界 根本无法预测 为什么呢 投资不确定性 这是经济学的名言 投资不确定 谁知道 怎么知道 大家都投资了 结果呢 等等投资完成之日 金元厂落成之日 就是产品大跌之时 也不一定的 你怕不怕 投资过剩 那人都过少怎么办 那又涨价了 对不对 有人说 可能到今年年底 还是到哪 什么时候 台湾鸡蛋会很多的 你知道吗 因为所有鸡都进来了 会过剩的 你放心 马上就要下 希望他赶快点一点 这个波动 没有离开你我人生的经验 哎呀 因此 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然后基督徒又希望过 尽全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因此就有一句话说 神圣的心 平安的心 让我们来处理 我们的一些钱财好了 我想今天有个小 这样 这部分处理 我要讲说财富不可视 天赋勇掌权 这是大前提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这是我们处理钱财的前提 今天我们真的小心 因为当我们讲说 处理钱财的时候 很容易留下 有个世界上 有一个叫急速求富 实际上百般的警告 不能急速求富 小心掉在自己的网络里 诗篇有讲 我们处理钱财 还有一个 有一个谦虚 什么 警戚说 不要说经济赚加了 谁都没办法预测到 经济突然的改变 因此必须要有风险意识 知道吗 忽然经济转变 我喜欢用 《铁撒诺利加前书》 《古章三节》这里说 一起来读 好不好 人正说 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这句话本来讲的末世一样 很像主宰来的 谁想都想都不到 突然就有灾祸 可是我觉得这些年 你不觉得经济突然反转 大家有时候觉得坏的不得了 再突然经济亮起来 亮丽起来了 大家觉得好一片一片 形势大好的时候 突然怎样 突然整个反转 而且反转的时候 所有坏消息全来了 去年大概八月份开始 还不是佩洛西来台了 而是白台之后 台湾的股票已经顿化了 根本没什么反应 可是紧接着说 9月11月都要深利息 这下台湾股票大跌 坏消息一直来 台积电这些公司 你们不准卖大陆 都要受限制 高速运算的 AI的都要限制了 这样又往下跌 景气突然转变 消息突然变坏 好 第三点研究 留意产业的变动 兴衰循环 经济的产业的基本面 但是我讲研究 只能说我们多一点知识 但是一个原则是重要的 以反向思考 哎呀 人都怎样 在 在那个 价钱在涨的时候 哎呦 你涨 为什么还去抢呢 你怎么还去抢呢 明年更贵 赶快抢啊 好了 泡沫就这样形成 对不对 价钱高 大家追逐追逐 再追逐 追逐到最高点 怕破裂掉 哎 价钱 现在不是很坏吗 大家经济很消失 怎么你不投资啊 我投资干什么 一投资叫亏钱 我干嘛投资 工业区都 便宜租给你们 都不来租了 你看 大家萧条 更加萧条思想 就萧条就更加严重 这是人类的通病 哎呀 以反向思考 这里讲在 公元2008年 最坏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当时叫做金龙海啸 还记得吗 金龙海啸 哎呀 情况坏得不得了 结果 我说好 叫金龙海啸 正好 那时候跟一个前辈 到许多教会去做演讲 金龙海啸 我说正好 耶稣就是要斥责海啸 当时大家一片黑暗 这一下子 五年都坏 四五年都好不了 全世界 撒钱的撒钱 降利息 降利息 消费券的发消费券 都来了 迅速反转 第二年 第四月迅速反转 2010年 台湾已经好多年 没这种数字 成长 经济成长 百分之十 超过百分之十 为什么呢 前一年的基期太低了 突然变好了 以反向思考 不要过度恐惧 神圣的美德 平安的心 第三 第四 伦理 就是消费者 我们现在今天 讲消费者 消费的责任 这是使用金钱 对吧 使用金钱 反映我们的生命 投资也是一样 我们如何投资 反映我的生命 因此变成说 我们今天 等一下我要介绍 基督教跟天主教 为什么这些 教会的基金 庞大的基金 开始发起了一个 或者开始了一个 伦理投资的观念 就是我投资 我投资的公司 是不是合乎伦理了 开始监督公司的治理 这就最近一连串的 这种风潮 从这边开始 就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责任 投资者有投资者的责任 那我们今天 买这个投资产品的时候 或者说金融产品 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可以问清楚 第五 年龄 不同年龄的人 理财的模式 究竟是要安定为重呢 在各种金融资产当中 从定存债券 基金 股票 保单 我不晓得 各种各样的 在所有当中 我应该怎样地持守 不同年龄的很多 就不能 风险就要减少 再减少 不宜去卖给他 这也是消费者 销售者的责任 第六 分散 资产要分散 鸡蛋不要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面 讲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 也说不太容易的 机会 机会永远交给 永远会存在的 培养你的知识 适当的知识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些 上帝给人的天分不同 你要重视 家庭成员当中 每人才干 有点不一样 我家有个弟弟 从来不上讲台的 我们小时候 钱到他口袋 绝对出不来 处理钱财处理很好 他后来是 拿到博士 化工博士之后 没想到他在处理钱财 我到美国去 跟我一打电话 跟我讲半小时 美国的经济 比我还乐心 我爸爸给他一点钱财 处理了一心二处 有这样的人 二十个人里面 可能出现一个 夫妻里面 可能就有一个 容易处理钱财 那时候 只有一句话 好好的听 听不吹 大乌龟 我现在越想 就是太少听 太不听我太太的话了 能够 小心了 大人能主义 是很伤人的 平安 平安的心 理财 平安 EQ 在我心中做主 以这个平安 在心中做主 怎么样 心里平安 圣不交败不累 金钱有波动性 钱财有波动性 掌权的是耶和华 认识趋势 不宜过度悲观和乐观 这是第二次讲的 对不对 认识趋势 不宜悲观和乐观 别的坏了 坏得不得了 挨红遍野 完了完了 我说慢点 神是斥责海啸的 为什么我们要为经济生活祷告 经济不是波动吗 我们外来祷告的目的是怎么样 赶紧房子再翻一翻 股价再烧个 一万八两万点 是这样吗 我们是要为这个事祷告吗 经济的波动 经济波动的时候 跟各位报告 影响最大的是中线以下 在中线以上的人 他的影响有限 有一次 2008年底 我到美国跟一个弟兄在一起 要去访问这个弟兄 看望这个弟兄 是很深的一个 有个亲人的关系 英特尔发明 有大量的发明 提早退休 哎呀别的说 那是我们这里最富有的一个弟兄 我去看他 结果跟他一起换了球鞋 走他家的葡萄园 一面走 他跟我讲 胡兄 我三分之二的赛赛没有了 2008年底 他突然下一句话 让我很惊讶 你现在给我两房一厅 我都接受 因为我在台湾 我住过最苦的 那个眷村的日子 两房一厅我都接受 突然我尊敬 说这个弟兄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这些年 美国的经济又好了 我看他 那个三分之二早就回来了 经济是波动的 是吧 是波动的 不宜过度悲观跟乐观 对不对 主来斥责的海啸 主来斥责海啸 因为神帮助我们 不要过度悲观跟乐观 要反向思考 反向思考 主的恩典够用 不要在压力和游说下理财 今天我们很多的金融商品 都来流通了 我个人只要从事服务业的 保险业的 哪一个人 不会有销售这种基金 或者这种债券的一些 某些产品的责任 对不对 但是不要在压力和游说下理财 打一个电话 寻求一个智商 我想教会人才这么多 你知道一个电话 你可能就减少很多无谓的损失 有一个人说 他要去 湖南某地 湘江上有一个 有一个沙岛 要建 他讲 我忘了 建高尔富球场 建什么 反而就找了一方人去投资 我说你不要去了 他太太跟他讲了多少遍 他都不听 他听朋友的话 他就没去了 寻求资商印证 这是一个资商印证 一个电话可能让我们就转向了 转向了 不要在恐慌中理财 哎呀 现在不得了 这个 樊屋又来了 石油危机的情况又来了 这一下子赶紧要去抢吧 抢 抢 抢 哎呀 抢的结果呢 本来日子过得很轻松愉快的 结果这一下子紧张了 知道吗 本来日子过得好愉快 都是拿高薪水的 国营事业上班的人 结果一下子 陷入一个极大的状态 后来一两年受不了了 就把房子又赔卖了 恐慌中理财 不要在恐慌中理财 不要在急躁当中理财 不要在松懈当中理财 哎呀 突然得了一笔钱 从来就不能持有多久 得了一块 有一个小姐跟我讲 她说好像我脸上写了四个字 每次有点钱 好像脸上就写了四个字 请来借钱 朋友都出现了 说也奇怪 也不晓得哪来消息 本来就是有时候有点悲剧了 获得一个赔偿嘛 对不对 但是 哇 钱一出现了 从来不认识的 亲戚都来了 原来还不但这个钱借完了 还把房屋贷款还借出去 哎呀 最后一切都恢复平静了 没了 没了 最后还好能够做四字头 卖给老师们 最后还能够 两老还能够这样生活下去 不要在松懈当中理财 不要在关系不明当中理财 关系不明 对不对 也不晓得是不是儿媳妇 上海附近买个房子吧 不了了之了 不晓得什么 也就不了了之了 分工 参考集体的智慧 上帝给 上帝给美人恩赐都不一样 美人恩赐不同 真的是 那么 马丁路德大概说的这句话 哎呀 糟糕 这个人没有什么恩赐啊 没有恩赐怎么办 好了 给他理财的恩赐 理财的恩赐很重要 夫妻中间 家庭成员中间 团体中间 你发现就有人有这个恩赐 一通电话 小小的协助 又完全突破一个视野 一个思考 我们从不同的恩赐来领受 侍奉神 客观盘算人生的财富 避开风险的人生 赚正义劳力的钱 那是扎实的 扎扎实实的钱 那么急速求富 不是一个长久之道 那么基督徒呢 我们理财有三个目的 第一 用于维生 哎呀 我持我 有个人祷告说 不要让我太富 不要让我不穷也不富 对不对 免得我一骄傲的保足 就把嘴一抹 就上帝你在哪里 就自以为是 因为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修路了主的名 对不对 神说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是赐给你 这是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 今天走进教会的 还是教会门口徘徊的人 都要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神关心你我的经济生活的特权 写在主祷告文当中 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 这是你的权利 第二 用于助人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因为你怎么良气量给人 也用什么良气量给你 神常常给人 让人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人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写的 除了助人之外 下一个 用于侍奉神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就会这样 充满 充满满的有余 神要让我们在侍奉神上面 学习金钱成为供应者 不管你是大雅巴拉罕 小雅巴拉罕 我们都盘点自己 盘点自己人生 有人不一定金钱 有人善于治理 有人爱心真是好 我们以后台湾都进入初老族了 初老族群的社会了 能够服侍人 那是不得了的 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需要 也是社会的需要 那么活在经济波动共舞当中 我觉得我有个 有七点 我就念一下好了 就是预防过度恐慌的极端 刚刚说的 不要恐慌 恐慌是绝对不会有好的理财的 第二 波动将处理钱财 认识到无定的钱财 什么叫无定 波动嘛 今天看一下 一下子损失三分之二 明年可能 都回来了 不要恐怖 那么我们为什么祷告呢 因为在波动当中受影响 是在中线以下的人 上面的人只是三分之二的损失 只是一个账目 可是在中线以下的人 就被埋没了 知道吗 我们为国家经济社会祷告 不是房子在上 股市上个一万八两万点 房子在涨 在涨而又涨 不是的 我们为经济祷告的时候 在经济当中受伤的都是忠下的人 对不对 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 就是能帮助我们 分享的财务观 分享的财务观 神让我们成为祝福 或多少 无论你是大哑巴拉喊 小哑巴拉喊 我们都是成为能够有余裕 希望我们都有余裕跟人分享 追求公平公正的交易 然后怜悯社会的重寻 希望神帮助我们社会 在衰退当中 更是施怜悯的时候 常常教会最兴旺的时候 你看到CBMC 当时在成立 你知道在哪一年 经济大萧条 1929年的时候 那些人大量的失业 可是在这个时候 那时候失业的人都拿大看板 希望你来雇佣我 对不对 街头上就这个样子 这时候基督徒从业人员协会成立 成立不是在最繁荣的时刻 在最萧条的时刻 为什么 那些人他们需要 有经济上的需要 需要大家彼此支援 重视公义怜悯的责任 重视公义怜悯的责任 不忧不拒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 迎接经济反转 因为神怜悯我们 并不是我们太好 而是神怜悯祂的百姓 让我们经济生活能够过得去 处理钱财是一生的学习 每月所得 纳税奉献 消费捐献 分享等等 财富呢 一生自用 宣献完毕就是遗留了 送给我们的子孙 可能资产 可能是负债 蒋经国离世的时候 留给他的子民六百亿的外汇 同一个时间 马可是留给他的子民六百亿的外债 前面符号不一样 我们希望能够稳妥 也希望跟孩子们相处得好 但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处理钱财是很重要的 是一个重要的功课 那么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那么王伟忠 在谈到他年轻的时候 最珍贵是他受苦的那段日子 哎呀 他出来打拼租房子 哎呀 好珍惜啊 他后来有点成就 他怀疑回想到说 那是这么千金都难买的机会 我们不要剥夺孩子受挫折的权利 卡内基钢铁大王他说 你知道吗 你把万能的贤债给一个孩子 是多大的咒诅跟风险 他命都会没有啊 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说 继承的财富会让人丧失野心 如同骨科茧造成道德的丧失 亨利福特说 财富常会借着摧毁继承者来自我毁灭 更重要的是 起初速得的产业终久却不为福 除非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智慧传输给我们成功的子女 否则我们要小心把财富转给他们 也会好难过的 先把神的话传给他 不容易 这里我能来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美国的非常富有的人 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作家 他又是富有的大作家 他写了一些文字 他有一次 他召集他的孩子们一起来开会 包括女婿 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说 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 大家聆听 我现在所有的财产要做这样这样这样的捐献 孩子说 爸爸你给我们够多了 我们太感谢你 这是应该的 你完全做主 完全支持你 到门口送女婿出门的时候 突然女婿跟他握手 说爸爸 现在我知道我对你的女儿很有责论 以前他觉得他怎么给他的太太 都不如他太太爸爸给的酒留一毛 现在突然说不给了 那我现在对你女儿很有责论 他的感想很说 为什么要剥夺掉孩子他该尽的责论 就这样 有人说风险很大 我召集家人聚集的时候 家人如果 爸爸我反对 他说那就证明 他根本没有资格接受你的遗产 这个作者他这样写 林哲徐说得好 他说 他真的大肆想家 青财大神 大肆想家 我佩服他 他说子孙如果跟我一样 这么能干 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财 我给他一亿 则损其至 他招了没志向了 招了没志向了 子孙若如我 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财 损其至 则损其至 反过来讲 子孙不如我 不成器 那我给他钱做什么 我给他一大堆钱 于而多财 一争其过 让他去犯罪当富二代 这个钱真的是 不是对孩子的德性上 有什么注意了 小心了 但是我们真的注意这件事情 有一次洗年 在华神办研讨会 留什么给子孙 虽然这本书绝版了 但是我们的PDF档 可以传给教会 教会有能兴趣 好好读 不是很厚的 有一个美国的董事跟我讲说 我们要印给美国 让美国董事全部拿去 可不可以 都可以 你们拿去传阅好了 PDF档 留什么给子孙 那天白培音 前财政部长 也讲那段话 讲得很好 那么 我们今天教会 其实在 教会在战后 全世界 都有大量的基金 包括牧师的退休金 包括基督教教会的基金 当时美国加州的 教职员退休基金 加上公务员退休基金 都是2000亿 现在都超过 五六倍了 但是你也别忘了 当时长老会 美医美会 进行会的 这个庞大的基金 就是牧师还没退休 我们替他所预备的钱财 交给专能管理 那么他们想 突然有一天觉得 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们投资哪些公司 合乎我们的信仰吗 这就变成 具有社会责任的一个运动了 我们投资行为 反映我们的生命的话 那请问教会机构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是不是有所反省呢 1920年代 美国刚开始发达的时候 他们只讲说 各位啊 这么人感谢神 我希望你们怎么样 以后那个赌博的 不必投资 酗酒的不要投资 香烟不要投资 虽然香烟的公司价格 四年涨了一倍 但是我们不要投资 投资代表 我跟它产生关联 这就造成一连串的 教会机构的反省 20年 70年 80年 90年 后来这个运动 变成社会基金的发展运动 然后又跟生态运动 将结合 现在很多基金出现 原始跟教会有关系 当然叫绿色基金 生态基金 据说这些基金 由于买的人 比较有认同性 比较高 也比较具有抗跌性 不管如何 这是投资人的一个行动主义 后来这个行动主义 现在开始监督公司 监督公司的 现在不是流行假 ESG吗 公司的社会责任 都从这边开始 投资人的觉醒 我投资不只要求财务表现 我还尊重它的 注意它的伦理表现 为什么 产品责任差的 社会社区营造差的 劳资关心差的 我告诉你 迟早股价会跌下来 一直这个伦理 变成我们重要的指标 这就是投资人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 The coming of the investment capitalism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今天任何一个上市公司 我们就叫做管理人 上市公司中间 其实你上面有管理阶层 上面有政府 底下有员工 还有消费者 这是做一个不简单 我们要为这些上市公司的 主持人祷告 因为他们面临的这些人 他们所面临到的是 产品责任 政府有没有腐败勾结 诚信问题 社区有没有环境冲击问题 消费者产品责任的问题 跟员工有劳资关系的问题 跟供应商 跟股东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跟供应商有相关上下游的关系 这都是我们来彰显 一些神圣的美德的时刻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专业经理人 当然经历越来越难 哪怕他是哈佛大学 或是蔡明忠 甚至张宗谋都曾经一度说 他是专业经理人 Professional Manager 专业经理人 他们也是面临很多伦理的考验 不但是财务表现 伦理的表现 环境的责任 这都是他的一些考量的问题 当然一个伦理基金 他不但是伦理考量 他财务满意度要达到水平 对不对 他的风险如何 他的资产如何 他的购买费用高不高 就去投资什么公司 你说伦理伦理 你投资什么公司 你要让我知道 对不对 这都是我们所考虑到的事情 当然我们做的伦理的范围也很多 这公司重视辞费捐助 还是社区营造 他有没有腐败问题 他有没有生态环境的问题 他重视国事人权吗 有一个牧师 他特别为监督这家公司 我想大概是Nike 他的中南美劳工政策 他买他一张股票 他说什么 我要在他的股东大会站起来说话 后来这个牧师变得很有名 凡事就怕有心人 只要监督这些公司 我们就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 伦理各种表现 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 借着我们基督教的基金 跟天主教的基金 做这种监督 产生相当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最后 那么我想 最近国家 大家都讲耶识基 耶识基 其实原因就在 就是说这些觉醒 投资人的运动的觉醒 而这个觉醒是从教会开始的 使得我们 就是注意到各方面的责任 兄弟有一次到日内瓦区 他们那天 就是谈这个ESG 教会基金跟ESG的关系 天主教的神父 哇 从纽约飞过来 他们管理的基金好庞大呀 哇 他们都在想这个问题 他们不只求财务表现 而且还求伦理的表现 因为神帮助我们 最后我仍然要 讲一件事情把它结束 今天我们都进到 进到了可能初老族群了 曾经 圣经发生一件事情 在伯特利 约罗伯安在伯特利 在北国 设了一个金流堵 有没有 要大家要去敬拜 结果南国的仆人 一个很有名的先知 过去警告他 这个坛会破裂 哇 讲得多么伟大的先知 但立刻破裂 那个 北国的耶罗伯安要抓他 要抓住他 手才伸出去 手就枯干了 他马上打告 你把我医好 把我医好 当场就医好 这么有能力的先知 后来 耶罗伯安说 我要送你礼物 他说你把你 宫里面的一半给我 我也不接受 因为上帝跟我讲 到这个地方来 不吃饭 不能吃食物 水都不能碰 到伯特利的水 跟食物都不能碰 哎呀 这怎么样一个 伟大的先知 可是居然后来 被哄骗了 知道吗 好可惜 我说伯特利 怎么不能吃饭 又不能喝水 什么意思 这是 现在这个地方 是诈骗集团 一不小心就上当 各位进到 出老族群 朋友大家都注意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不嬉皮笑脸 不随便加赖 你说没有啊 我那个赖了 莫名其妙的投资 来了19个 来了20个 我删掉19个 抱歉 又有一个没删掉 哎呀 惨了啊 那个损失是巨大的 哎呀 真是可怕的 什么以色列 那个地方不能吃饭 又不能喝水 我白想不通 突然觉得通了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千万不能久留 不能招惹啊 好 我们用这句话 来做我们的一个 小心解释的地方 回去可以看 《猎王记》上13章 全部 让我们非常惊讶 因此我们的结论 可以这样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避免在金钱上 跟不宜做连结 避免在金钱 别人受管教的时候 你也跟着陷入摔跤 愿者赐福我们 盘点我们的人生 你是大亚巴拉罕 小亚巴拉罕 你是金钱 还是你的爱心 你的智力的人力 你的才干 我们一起成为别人的祝福 一起低头做祷告 绝能力主 永在来父亲 在跟我们同在 主我们恳求 你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特别保守我们 众弟兄姐妹 在处理金钱的世上 逃主的喜悦 主我们立定心志 让主在我们身上按赞 主啊 若是我们过去不够智慧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缺乏智慧的 求祢加添我们 愿主与我们同在 感谢祷告 奉快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好 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 胡老师给我们 从圣经里面 很精辟的原则 让我们知道 很多面向 都给我们提醒 那我想我们 我们 最后我们一起起立好了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我们 特别为我们这颗心来祷告 因为 真的夜花熬练人心 神给我们资源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的对金钱的 拥有 使用 各方面我们需要 真的是 得着神给我们的 启示 也能够活在祂的心意当中 很不容易 会有很多试探诱惑 也会有很多熬练 在我们当中 愿神来祝福我们的生命 成为别人的祝福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就 来为自己的生命祷告 为我们的心祷告 为我们 我们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下一代 最后也特别提到 为儿女 为下一代 来祷告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为我们这个心 能够承载上帝的祝福 能够在金钱的使用上 能够 按着神的心意 来 儲存 来使用 来侍奉 来投资天国 谢谢主 赞美你 主是的 主啊 你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格外的来 帮助我们 让我们 用合一的眼光 来面对 你给我们的这个筹码 那我们知道 主啊 主啊 今天是你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 你给我们的资源 在许多地方 来祝福人的生命 来祝福我们 在国度的开展 主啊 相信主 你更 有给人的 就有给我们的 更多的 把你的资福 赏赐给我们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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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你 天父谢谢你 我们特别为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来祷告 让我们在学会 使用金钱之前 你先给我们 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 因为敬畏耶和华 你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敬畏耶和华的 你使我们 有领受从你来的智慧 知道怎么样管理 天父你给我们的金钱 敬畏耶和华的心 你使我们可以知道 怎么样在带着 祝福他人的心 来使我们自己 能够领受祝福 谢谢主 谢谢主 你也让我们的心 能够清洁 常常寻求神的面 也常常寻求神的心意 也对于天国的投资 天国的眼光 常常有你来的话语的角度 深深的来抓住我们每一位 谢谢主 也让我们在地上的期间 透过我们跟我们家人 透过我们跟我们所处的 小组教会 我们的服侍的过程当中 也来彰显神的爱 谢谢主 能够为需要的地方 主啊能够把你的供应 带到那边去 谢谢主 你来兼顾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地上 能够成为神祝福的出口 听孩子的祷告祝福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最后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保守 引导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好我们拍照把荣耀归给神 好我们谢谢主 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